全景平台啊 这是我们的访问地址啊 goode360vya.com啊 然后这个上面呢 这个是首页啊 这个是我们的虚拟方案 然后这里就是一些介绍啊 这个介绍的话就是大家用这个3D Max的方式啊 实现不仅是漫游我们的一些特点 然后实景的话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个全景图的拍摄的方式 通过单反相机啊 或者说一体机的拍摄全景 你只要是全景照片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反向建模来生成 然后这里呢 有些帮助文件 这个如果说大家第一次那个了解到我们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呢 写了很多的文章啊 包括如何上升项目 平台怎么使用啊 全景图怎么变成这个布景式的全景漫游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都写了些文章啊 包括这个建模的流程啊 我们从零开始进行这个blender的这个反向建模 有哪些注意事项啊 然后这一项呢 是我们的价格的这一项啊 我们是按量付费的啊 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门槛啊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方案币的方式啊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注册用户的话呢 他一注册就可以享受到所有的功能了啊 我们不对功能做限制 只是我们任何一个项目的访问量超过200以后 那需要再升级成为我们的方案A或者是方案B啊 当然我在方案A的话呢 它是一个基础的价格就是1999一年 然后剩下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项目里面有多少张全景图 按照全景图的比例关系 你如果是下载的话呢 也是要收费的啊 然后有还有一个平台冻结费啊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联系我们啊 大家如果是有相关信息 那可以联系我们这边有电话啊 还有相关信息啊 好 我们再回到首页啊 首页这地方呢 就是我们展示的一些置顶的一些案例啊 大家点击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观看了啊 点开之后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观看了啊 点开之后就可以进行观看 好 我们把它先关闭掉 好 这是我们的一些应用领域 大家可以看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点击一个登录注册啊 我们的注册的话呢 有几种方式啊 就是这个呢 是微信注册的方式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 这个是密码登录的方式啊 密码登录啊 然后这个呢 它是一个手机 这个验证码的方式啊 所以说这里有几种方式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好 那我们 我们先选择这种方式 我们用扫一扫啊 好 我们登录了以后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你点击右击啊 我们就可以这个管理这个控制台了 好 我们的控制台呢 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这地方呢 它是一个概述啊 显示你当前有多少个项目 总的浏览量啊 然后总的面积 总的一个存储的这么一个关系啊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项目上的一个管理啊 然后虚拟的和实景的其实是一样的啊 只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对项目类型啊 方便做一个划分 然后不同 这个普通的漫游呢 就是我们就是爱地的全景啊 虚拟的和实景的都是布禁式的啊 然后我们点击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击上传项目 那上传项目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这个项目包 我们这里有个说明啊 它必须是ZIP格式的 然后必须使用是不禁式漫游生成以后的项目包 它生成之后呢 不要做任何的XM修改 直接打包啊 那其他流程的话呢 我们这里放了一个文档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里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在生吃这个呢 都是用我们生成器生成的啊 用我们生成器生成的 生成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在这个目录里面把它全选 然后右击啊 要选择这个ZIP格式啊 啊 包括这个是在苹果电脑上也是啊 一定要是ZIP格式的压缩啊 但如果这个错误的错误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个文件夹的上面啊 选择压缩 那这是不对的啊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目录的话 它就相当于多了一集这个根目录啊 这个是不正确的啊 那上传点击亚索包上传 然后我们输入名称啊 输入这个面积啊 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 大家自己输入就可以了 这个你在前端也不做显示的啊 然后点发布项目 那么系统呢 就会在这里面就会给他做解析啊 那解析完成了以后的话呢 就会实现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 然后就可以编辑了 那普通的全景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有个上传项目啊 那它的流程的话就是说 我们从素材库添加啊 啊 这就这里是我们已经就上传过的全景 我们点击就可以直接创建一个全景项目了 那或者是从本地从自己的电脑上选择 然后输入名称 然后点击发布项目啊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全景啊 然后这个呢 是素材管理啊 素材等我们支持市场常用的一些素材啊 啊 全景图 图片 视频啊 音频啊 pdf 包括这回收站啊 包括这个在项目管理里也是啊 回收站啊 回收站 但是这里我们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虚拟的和实景的3d的方式呢 它是通过一个项目包的方式上传上来的 所以这个项目里面呢 它的全景的话 它是单独在全景图管理里面 在这里做了一个做了一个管理啊 做了一个管理 那如果大家在这里面 比如对它名字啊 或者昵称什么修改的话呢 呃 这地方会同步排到最前面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显示了它这个全景图的 就这样是个项目包 我点开这里的全景图的一些数量啊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预览啊 这就是预览啊 然后这个呢 功能呢 就是一个替换 如果大家呃 尤其是实拍的图的话啊 就是如果说这个图的话 咱们是需要给它进行一个后期啊 有调色了啊 有修补了 需要替换的话 那大家就在这里点击啊 这个替换就可以了 你在这里实现了替换的话 这个项目里面的全景图也会自动的替换掉啊 当然这个是夸张号项目 夸张号复制这个的管理啊 然后这个的话 呃 下面我们看这个这个有个更多啊 我们最后讲编辑啊 更多的话呢 它有个下载 我们点下下载之后呢 会有个提示的啊 那我们有些下载的注意事项 那当然了也要看项目的大小啊 我们项目要在后台进行打包 然后发送给大家的绑定的邮箱 所以大家在注册了好以后的话呢 要在这个账号设置里面 及时把自己的邮箱给绑定好啊 啊 然后这复制 那复制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点下复制啊 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个布进式的3d的项目的话呢 它会提示你的 就是说这个 它要将全景图管理里面的全景图文件 以及全景图对应的复制啊 需要增加相应的存储空间 就相当于 如果是你复制了这个3d的项目 那么它对应在全景图管理里面的这个文件 也会对应的进行复制一份 那么这个过程是增加了这个呃 会增加它的整个空间的一个一个容量的啊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于呃 后面 你如果这个单独的项目 你要进行全景图替换的话 你是不影响复制之前的那个的啊 好 然后夸张号复制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复制给谁 复制给第三个人 我们平台用户 你输入他的手机号 然后你点下验证码 对方呢 就会收到一个验证码 你把验证码填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 但这个复制的话呢 它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写了大概是10到90分钟左右 那如果说你的项目更大的话呢 那肯定花的时间也更长了啊 我们这个90分钟的话 是我们经过测试 大概是在100张全景图到150张左右啊 所需要的时间啊 好 然后这个分享嘛 分享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一个显示你的汇码 一个地址 然后一个嵌入其他方的一个地址啊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小错别字啊 好 然后这个删除嘛 就是把它给删除掉啊 就是删除掉 大家但是注意看啊 这个删除的话呢 我们会把全景图管理里面的对应 文件啊 以及全景图进行删除的 就是你把这个删 你把这个删除之后 这个这个文件也会进入到对应的回收站啊 也会进入到对应的回收站里面 所以大家删除的话还是要谨慎的啊 这个下架的话呢 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是下架的话呢 你操作好之后 它就马上就生效了啊 那这个生效的有什么用呢 就是 我们再点击的话呢 它会提示啊 这个项目 它是由于管理员操作 你没有办法轻易访问的啊 呃 这个的话就说 大家如果说有的客户 他 比如说很长时间 它也不付款啊 或者说 一些什么原因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 好 那这个素材管理 那我们刚才也讲了 这个全景图啊 图片 视频 音频 环物 pdf 然后呢 大家是把这个 你把鼠标啊 移到这个对应上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文件要求格式的一个限制啊 好 我们随便放到音频上 大家可以看到音频也会有相关的一个限制啊 都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限制 好 然后这个呢 是相关的一些通知啊 相关的一些通知啊 这个通知状态的话呢 我们没有做删除处理啊 所以它永远都是存在这地方的啊 好 这小程序的交验功能 好 那这个就是平台这一块的一些就是基础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点击编辑 好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编辑页面啊 这些 这是一些那个基础的一些设置啊 基础的一些设置 那包括这边是开场的设置啊 包括视角的设置啊 然后 我们走到地方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这地方 它是有一个视频的啊 有个视频 那这里呢 我们还这 这个视频 它我们是通过嵌入的方式啊 大家可以看到放进来 然后呢 它是被很多个全景所看见的啊 然后我们通过点击这个场景变号 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这些点 那如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 你希望这个视频 它是被23号呢 所看见的 那么就在这里 我们去找23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里如果数量比较多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找 所以我们可以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呢 我们会有几种排序 这边顺序啊 首先它是自动排序啊 智能排序 就是根据这个点距离这个画面的远和近 它自动的排在这个前面啊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也会有一些偏差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功能 我们点击了以后 它会按照我们的这个编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按照这个小编号 小小编号 这个编号呢 就是我们在blender里面做建模的时候啊 或者说我们的相机的编号啊 相机的编号 这个点了第一下呢 它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排序 再点一下呢 是从大到小这么一个排序啊 大家只要把你想被看见的这个场景号 给它勾上 那么就相互之间就能相互看得见了啊 包括我们热点的设置也是这个道理啊 包括热点的设置啊 我们可以到达这个标签热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这里放了一个标签的一个热点 标签的热点 它的作用呢 就是做一个展示啊 它没有实质性的功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放了一个标签热点 那么我们标签热点 它想被哪些场景所看到的 我们就 我们只需要把它附近的啊 当我们把这个勾选上 啊 我们就很清楚的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一二三四啊 比如说一二三四 啊 我们想让这些场景所能看到标签热点 那我们就把它勾上就行了 那如果说我们不想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003 它是被看见的 如果我不想让003看见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走到003 哎 大家可以看到标签热点 我们就看不到了 哎 但我们走过来啊 在爱好场景还是能看到标签热点 如果把003勾上 我再再走到003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那它就被看到了啊 那简单讲就是它就被看到了 那这里呢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相关跳转 这么一些操作啊 你如果这个点的话呃 003在画面里面的么的点击可以跳到00i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它关联了爱好场景 如果我们不想要的就把它关闭掉 那它呢就跳不过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跳到1号这里来了 看到了吧 你看 我们点点击这个方向啊 它就 你看 它就过不去了 好 那现在我们想让3号啊 到达这个爱好 那这怎么做呢 我们只要在这里点击 我们在这里把它勾上 好 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点击过来 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导爱好了啊 这个呢 就是像关联的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应用啊 关联的一个场景应用 好 这是作用导览 这和一些功能都一样 这是包括热点添加 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功能 好 这是视角的控制啊 这是基础 那有很多朋友反馈 比如说地面上这个脚印不想要了怎么办 那这里面呢 有个足迹控制啊 那我们如果想换成其他图的话 你只要在这里点击换就行了啊 那你如果你不想要它了 你只要把它拉到0啊 它就不想要了啊 然后这个的话呢 它下面是一个感应反馈 你现在你看我们鼠标放在上面 哎 你看它是有点放大的 你如果觉得它不够大 那你就给它感应值拉大一点 你看它就会变得比较大了 那你给它感应值变小一点 那你看它就变小了 那如果我们这个感应是放大 我们现在让它变淡 哎 你看它就亮度 它就变淡了 那如果我们想让它缩小 你看哎 我们放在上它就缩小了 我们可以调解一下 哎 你看它就缩的很小很小了 好 这个就是在这块的一个应用啊 那大家有时候也会 那如果说我们要在这里面 很多的很多的场景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啊 可能第一张图有可能是一个航拍啊 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图 那我们只要在这场景里面 我们点下添加 我们把这张航拍的图加进来就可以了 那加进来以后的话呢 它默认的话呢 是排在了最后面 最后面的话呢 大家可能要往前拖动 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有一个这个直列的功能 我们把这个打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显示 呃 更密集一些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调到第一个 我们只要拖拉它到达第一个位置 然后点下确定啊 就可以了 然后 好 就可以了 那这个场景名称 现在是 6 我们可以给它改个名字 比如说叫做航拍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场景它就叫航拍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普通全景和一个 不仅是项目 它的一个结合点啊 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 虚拟展厅呢 是在这个房间啊 那我们首先 我们是要把这个位置呢 设置一个处始视角 好 我们处始视角 处始视角设置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里呢 设置一个热点 这个房间 大家还记得吧 那么我们做一个场景切换 我们切换到这个1号这个位置来 好 我们选择 我们就企业暂停吧 好 其他的设置我们保持不动 我们把它拖拉到这个场景 这个这个里面来 好 我们点下保存 然后我们再点击打开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就是一个航拍的图 然后我们点击以后 它就切换到我们一个布禁式漫游里面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到任何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 去观看到的视频 但这个位置我们在下一个版本里面就会把它修复掉啊 好 你看你走到任何个位置 这个视频它都永远都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啊 它都是一直在一个播放状态 那如果我们不想让它播放的话呢 我们可以 鼠标放在上面 我们点击一下暂停就可以了 但这个嵌入视频它还有些功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点击这个编辑图标啊 啊 比如说这地方啊 它有自动播放或者循环或者静音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功能 这个大话的呢 大家可以就是多做体验啊 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布禁式的空间里面的话呢 这个嵌入的它是图片和这个视频啊 它是吸附在这个墙壁上的 给我们点这个看一看啊 你看它是吸附在这个面上面的 它会感应这个面的啊 那么如果是它 如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live panel的话呢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 然后做一个添加就可以了啊 如果我们做一个这种吸附在墙壁上的 比如说书画展啊 这么些或电视机屏幕啊 我们就点击前面的两个就可以了啊 好的这个本期的我们关于我们这个功能呢 就是介绍到这里了啊 如果大家有更详细的 我们后面呢 会出更多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做介绍的啊 好的谢谢大家啊 欢迎大家来使用我们的平台